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20号 昨天晚上看着国家卫健委又发了一个通知 说是要打假情侦了 凡是全程接种国药中生北京公司 北京科兴公司 国药中生武汉公司灭火疫苗 或天津康希诺公司的腺病毒载体疫苗 满六个月十八岁以上的目标人群 可进行一次同源加强免疫 也就是用原疫苗进行加强 说人话就是清理一下库存 再给你打一个跟上一针完全一样的东西 真是啊 这个通知看完了之后 我这一晚上都没怎么睡觉 睡不着 哎呀 你说咱中国这个疫苗 从去年四月份五月份开始 到现在打了四针了 哎 这又要打 刚过完年又要来一针 还是加强针 哎 真是我就想跟这个威建委啊 商量商量 咱们商量商量啊 咱认对吧 该打打 哎 你这说是有库存 咱们也可以直说就完了呗 还剩多少 对吧 产能是多少 你需要我们今年啊 打多少针 你看整个去年打那几次 那又是封城啊 又是宣布爆发呀 反正你说18岁以上 那个要接种的时候 就18岁以上的感染 你要说婴幼儿啊 小朋友那个要打的时候 你就说幼儿园有感染 小学校有感染 是吧 然后不打疫苗 你又折腾我们啊 不让上班啊 不让上学啊 又不让坐高铁 不让坐飞机 不让出门啊 别折腾了 对吧 这个破玩意儿啊 咱都心里有数就完了 是不是 咱们就坐在家里边 闲聊天 他也不能防感染 又不能防传染 也不能防发病 反而啊 接种率越高的城市和地区 这个爆发的效果越好 对吧 你看西安不就是吗 接种率98% 对吧 爆的多严重啊 一爆发一封城 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 反而比这个 瘟疫致死率更高 咱就别折腾了 你就算一下啊 你就算一下什么科兴啊 国药啊 还有什么康熙诺啊 就这几家公司 还有个飞龙科马 对吧 你就全算上他们的库存 现在还剩多少 平均一下人头 我们告诉我们 就发一个通知啊 今年人均要打多少针 人均要打多少支 就行了 咱一次性全打了他 你说打四支也好 打五支也好 咱就一次性 你定个大概时间 咱们就去那 哐哐哐一打 结束了 是吧 你们还省钱 我们就图个安心 就图个安心 少折腾几次就完了 少被你们祸害几次 也就完了 是不是 当然你也别说 老王老从这个商业的逻辑 来跟你们聊 说你们这个不是家乡真啊 是在清库存 咱们心知肚明 去年不是抓了两个啊 说是用什么生理眼损啊 冒充疫苗 哎 这个造假的团伙 人家造假 用生理眼损造假的 都没你们的利润高 你说你们那个啊 给我们打的所谓的疫苗里边 装的是啥玩意儿 是吧 反不上 对吧 哎 咱们大伙啊 就是打开天窗 说两话 实打实地来 做买卖吗 对吧 哎 赚钱吗 做生意吗 咱们就甭搞那些弯弯绕啊 别举那什么旗号啊 打什么招牌 搞什么噱头 对吧 你们一次性把库存清空 对吧 我们就图个少折腾 哎 不是一举两折吗 对吧 这个才是双赢啊 真是 就是看着你这通知 我说我一宿没睡觉 就在琢磨这个 哎 我认命 对吧 咱们命不好 对吧 投胎的时候 没注意啊 选择地狱模式 哎 选了一个危险系数 五颗星的地方 那怨谁去 是吧 就只能怪自己命不好了呗 既然命不好了 咱们就实打实地来 是吧 你们清库存 我们少折腾 对吧 比如说平均一算 你们这四五家公司的疫苗 库存 哎 我们每个人得摊上个三针 那你说你折腾三趟 你的物流费用啊 人工费用啊 对吧 各种费用吧 得花多少 哎 一次性给我们都打了 你们得省多少钱 你们的毛利 现在是百分之两千七 之后你们的利润 那就是百分之五千 是吧 所以老王这个提议啊 是非常接地气的啊 可操作性也很强 也是值得你们啊 深度考虑一下的 深度考虑一下 我们真是折腾不起了 真折腾不起了 并且按照这个病毒的变异啊 奥密克戎往下的 又变异了 据说几个国家都发现了变异毒株 这个毒株的这个毒性啊 比流感啊 一般流感还轻 那个黄万胜教授不是说了吗 啊 这现在的奥密克戎就只在这个呼吸道啊 根本就不会导致成肺炎了 所以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明年啊 不是明年 今年啊 今年啊 2022年的三四月份往后 哎 这个全世界的大流行就会结束 这个疫情就会淡化 对吧 你们的疫苗也就扔了 过期就报废了吗 要想趁着说是啊 这个三月份之前啊 全世界宣布疫情结束啊 中国再宣布啊 全面胜利的时候 之前把这个库存清掉 最好的办法就是老王说的 别折腾我们 若不然的话啊 就按照你们现在我推算的这个库存 哎 从第四针打完一直到现在你们这个产能来算 最少最少今年2022年咱们每个人还得打四针 还得打四针 反不上 你要是按照去年那个套路 这不又折腾我们一年吗 所以老王真是绞尽脑汁啊 想了半宿 想了一夜啊 就想这么一个办法 当然也是啊 很诚恳的 很诚恳的提一个小建议 提一个小建议啊 双赢的建议 对吧 只要你们 哎 只要咱们维建委啊 发一个倡议 就是今年啊 咱们一次性打六针 打八针 我们都认 我们都认 绝不敢有任何的非议 哎 我连个屁都不在放着 并且啊 我还要啊 好好感谢一下你们各位的八倍祖宗 真是啊 给你们的八倍祖宗排位啊 挨个烧行 挨个磕头 哇操 你这简直就是利活利民 对吧 你发你们的民难财 对吧 你发你们的威财 我们小老百姓还能咋在 对吧 我们怎么着都不能怎么着 我们连个屁都不敢放 我们啊 我们就只能说是 涂着少折腾两次 哎 少被你们祸害几个月 也就行了 也就行了 是吧 别到时候又让这个外国人看笑了 哎呀 全世界都结束了 就你们中国 这又爆发了 那又封城了 是不是 哎 这不就显示咱中国这个抗议 水平不行吗 啊 又又觉得好像中国这个疫苗没用 对吧 虽然咱们疫苗的确没啥用 但是就不能让外国人说咱们中国疫苗没有用了 对吧 那你要再打下去 针就被全世界人民都看出来了 并且也很容易啊 让咱们中国人都看出来 哎 所以老王这个提议 希望威建委以及有关部门 对吧 充分考虑一下 充分考虑一下 哎 一次性把今年的针全打了 哎 把你们现有的库存全清掉 然后也就别再生产了 是吧 你们那个产能啊 真是有点大 哎 产能有点大 我们这个小身板受不了 你要说一次性打个三针五针 我们这大老爷们啊 成年人啊 也就 也就忍得过去 还还受得了 哎 你要说年纪大一点的 或者小朋友18岁以下的 就算了 是吧 或者我们成年人豁出去 对吧 多打几针 我们一个人打十针 打八针 把老人啊 小孩啊 你们给当个屁放了 对吧 饶他们不死 饶他们不死 我们就图个少折腾 好吧 今天咱就聊到这吧 也就没有其他的事 就这么一点小小的建议 别一针一针打了 我真害怕 我真害怕 哎呀 你说打一针又一针 一折腾又一年 真是 就害怕你们又是 像去年那样 一针一针的打 打一针挺半个月啊 又爆发又封城的 隔个一两个月打一针 隔个一两个月打一针 是吧 真受不了 别折腾我们了 我们这小老百姓啊 已经快活不下去了 是吧 哎呀 真是啊 各位青天大老爷们啊 各位领导们啊 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们活着已经不容易了 对吧 活着都已经不容易了 别折腾我们了 我就忙碍骨 最后还是要做个广告啊 老王的小店 欢迎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捧场 老王的小酒 也欢迎大家多买点啊 多买点 哎没事 这么解恨的事 你不喝点酒 是不是 喝点酒更解恨 喝点酒更解恨 好吧 江湖路不远 后会总有期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 我先去解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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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